寒江雪见一记不成 也没再去折腾那只可怜的鼻子 心地善良的她 转而拎起茉莉之耳朵 威胁道 还跟我装是不是 再装不睁开眼的话 我可就让人把你 拔得一丝不挂地扔大街上去 到时候看你 你舍得吗 一直不受任何影响 装作的茉莉 终于眨开眼睛 速度极快地坐起来 一把将寒江雪的手 给握到自己手里 不装了 寒江雪见这个家伙 终于舍得露出原形 才不入套去接那一句 舍得舍不得的话 摆他一眼 狠狠说道 哼 听没听过狼来来的故事 哼 这个故事还真没听过 要不你说给我听听 茉莉少少挪了挪 整个人都往寒江雪身上蹭过去 那神情 标准的一副无赖样子 坐好 不然照扔不悟 寒江雪可不知这一套 很快把这讨厌的家伙 给扔远一些 威胁着让他老实一点 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跑我这边来 好吧 虽然他们现在是订了婚 可毕竟还没有成亲呢 总而这个家伙随心所欲地 进出房子 就跟过自家后花园似的 实在是不能惯得太厉害了 被寒江雪嫌弃着 扔到一旁 茉莉满是委屈 也许今日当真事 也喝了不少酒 总之 这伙的茉莉看上去 被任何时候 都要有趣得多 哼 我刚才装得很好了 按理说应该是 没什么破绽的 你怎么看出 我是在装呢 他没有直接回答 寒江雪的问题 不过多多少少倒是 比先前老实一些了 你是装得挺像的 不过你全身酒气虽浓 却没有太多不好闻的意味 而且刚才紫月 在我东林的时候 那小子 一脸委屈样 所以我自然猜到 你在装罪了 韩江雪姨父 你真以为我 这么好骗的样子 继续说道 再说了 今日可是我大哥成亲 又不是你成亲 你这你的性子 哪那么容易 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的 我成亲那天 更不可能喝醉 不然到时候 你可怎么 莫里笑得格外富有深意 一时间 让整个屋子气氛 都快速变暧昧起来 胡说八道什么 韩江雪健壮 直接打断那个家伙的话 忍着不让自己脸太红 立马转移话提道 快说 这么晚了 跑过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正经事 没有的话 我这就让东霖送你回去 好好好 我说正事 不逗你玩了啊 看到韩江雪 红杖小脸 却还得偏壮硬气 莫里倒也舍不得 在这般去戏弄他 因此主动示弱 跟着韩江雪的话题 多了几分正行 刚才我看到有工人 来过韩甲 看样子很是匆忙低调 一副不愿意 被人给发现的样子 莫里很快说道 我感觉有些奇怪 所以呢 也没那么快回去 特意等你回屋之后 问问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没有替张浩成半个字 更没有将张浩成和他说的话 在韩江雪面前透露半分 在莫里看来 那是属于男人之间的战争 自然没有必要 让韩江雪费什么心 更何况他才不愿意 上张浩成的当呢 他巴不得韩江雪 直接将张浩成这个人 又淡忘的一干二净才好 又哪里会傻傻的 自个主动说这说那的 在江雪面前 给张浩成刷存在感 所以他迟迟没走 还真是因为好奇 看到的那个神秘低调的工婶 当然 想对韩江雪单独相处一会儿 同样也是个原因 相当重要 只不过 却是没有必要说出来的 一听莫里竟也看到那名 来送东西的工婶 韩江雪当下也没有隐瞒 直接将洛奇尔特意让人 来给他扫扫送贺里的事情 说了一遍 那是齐尔公众之人 齐尔入供没多久 自然不便过于张扬 所以这才让人悄悄送了东西便走 连个话都没多说呢 韩江雪微微的有些伤感 也不知道 他到底怎么样了现在 什么非此娘娘的又怎么样呢 想来在里头日子 也不会怎么好过 不然 连派人送个贺里 都这么小心翼翼的 似是想起洛奇尔处境 心中有些不太舒服 韩江雪这会儿 也没怎么多加注意 莫里神情 不然的话 一定会奇怪 这个家伙怎么会在听说 事情之后 如此怪怪的样子 你确定东西真的是 洛飞派人送来的吗 一会儿之后 莫里突然朝韩江雪 问了一个很是古怪的问题 听到这一话 韩江雪这才收起 先前的心思 显得有些不解 不是他送的 还能是谁送的 你在怀疑什么 在宫里头 能够因为兄长成亲 而特意让人给他扫扫送贺里的 除了洛奇尔之外 还能够有谁呢 我也不知道 到底在怀疑什么 只觉得 这件事情 有些奇怪 莫里下一世 皱了皱眉 看向韩江雪 反问道 以你和洛飞的交情 他让人给你扫索送贺里 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只不过 这东西送来的时辰点 却让人觉得 有些奇怪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在这个时候 让人将东西送过来吗 听到莫里的话 寒江雪顿时也不由得 跟着皱起眉头 莫里说得对 这事还真是 有些怪怪的 齐儿既然知道今日 是在兄长大婚 也有心送礼的话 正常来说 会提前几天 让人将东西送到 要么干脆迟上一两天 也无妨 就算是 不想让人知道 低调行事 也不至于挑 这么个时辰才对 这么晚了 还让人出宫 岂不是更打眼 这么一想 反倒是让人觉得 更加奇怪了 可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齐儿送的 又会是谁送的呢 寒江雪不由得 看向莫里 瞬间觉得 这事还真是 越想越奇怪 谁会冒着 骆齐儿的名字 来给他扫扫送礼呢 这种事情 本来不算是什么 多大的事 按理说也没有谁 弄这个的必要呀 我也不是说 这个东西一定就是 别人 冒洛飞的名 送出来的 只不过就是觉得 整个事情 有些奇怪 爸爸 至于具体的骂 暂时也理不出 太多头绪来 莫里笑着 摸了摸 寒江雪发丝 示意 她不用想太多 你别多想 也许 是我多心了 也许这些 只不过 是巧合罢了 明日呢 我让公众眼线 想办法 去证实一下 看到底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一有消息 就通知你 莫里果断地 不再多去 做无用猜测 在她看来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还是直接查实便是了 被莫里抚摸几下 寒江雪顿时 叹了口气 说道 那也好 省得在这里 瞎猜的 没有半点作用 要是可以的话 让你眼线 替我查一查 齐儿在宫中过得 到底怎么样 也不知这么回事 我就是 有些不放心 见状 莫里自是 点头同意 心爱之人难得 主动有求于她 她自然得 好好表现一下 二人又说坏话之后 见时候不早了 莫里也不好 再赖着不挪抗 最后装模作样地 喝了水 送进来醒酒汤 真的跟刚刚好似的 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 韩静便带着林小小 去给长辈进茶 韩家长辈也好 晚辈也罢 一大家子人 早早便到前厅 说说笑笑的 等这对小夫妻到来 进过茶之后 长辈都送上 体面的见面礼 而林小小 不但给亲个儿 这些孩子们 一个个地 发了鼓鼓的红包 还给家中们 每一个成员 都送了一份 亲自做的小绣品 精美 而心意十足 韩家长辈各个都赞不绝口 小辈们 更对这位新嫂嫂喜爱不已 林小小细心用心 很快得到 韩家人的认可 而韩静 亦无比开心 大家说谎话之后 按照先前商量好的 韩风将家中 主持中会的权力 敲到掌西手中 自从刘氏出世之后 家中这些事情 一直都是由女儿 出面打理的 如今掌西都进门了 自然就没有 再让女儿管的说法 更何况 这点本身也是 韩江雪提出的 她迟早也是得出嫁的 到时候 事情也得迟早 让嫂嫂操心 晚接手不如早接手 最少可以先练练 就算万一 有什么一时不适应 或处理不太好的地方 也有一个缓冲 积累的功夫 林小小一听说 这么快 便将府中掌权之事 交给她这个新媳妇 自然是忐忑不已 不过后来 被韩江雪一通劝说 又见公公 和其他人都是 真心实意地 希望她能够 打理府中内务 因此 也就不再推辞 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心尽力的 绝对不能够辜 一家人对她的期望 说起来 林小小当真 也是感慨不已 谁都知道 她嫁了个好人家 但谁都不知道 她到底有多幸运 能够遇上 这般疼爱她的夫君 还有如此多的 真心拿她 让家人般 对待的婆家亲人 三天后 是林小小回门的日子 韩静自知陪着妻子 一同回家的 韩江雪提前一天 便让人给准备好了 嫂嫂回门的各种礼品 如今嫂嫂可是 她韩家的人 再会凌家代表的 自然是韩家的面子 江兄扫送出门之后 韩江雪便收到 莫里 染送来的密信 信上说 这些天空中 眼线 想了不少办法 却都没有办法 接近洛飞 而洛飞身边奴才 一个个嘴巴紧得很 根本掏不出 什么话来 更别说那种事情 本就不是随便找个人 就能够正视得了的 信上还写道 宫里最近戏分 显得怪怪的 不仅是洛飞身旁 便守得很紧 其他的公妃 也好不到哪儿去 就连皇后 蒙贵妃这些人 似乎也平静地出奇 看着有些 不太寻常 不过 暂时宫中眼线 又查不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估计想弄清楚 还得费上些时间 暂时 急也急不来的 唯一让寒江雪 略感欣慰的是 眼线虽然直接 和洛飞有机会 联系得上 但反复观察几天 发现洛切尔近况 整体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眼线 也会尽量地想办法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接触洛飞 放下信 寒江雪没有再犹豫 很快让水尔拿他明铁 去了趟洛王府 找洛切尔大嫂 私下问一下 最近洛切尔 有没有和王府 有过什么联系 水尔去得很快 回得同样也很快 不过一个多时辰 便带回切尔嫂嫂原话 直到洛切尔虽是 心静为非 但因为入宫时间尚短 所以府中女眷 都还没有机会 入宫探视 具体近况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也就前些日子 风飞之时 宫里派了人过来 宣旨报喜赏赐 那些人自然都是说好话 说洛飞一切都好 而洛王府 安排在宫内一些眼线 也没发生什么异常之处 其二暂时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通过宫中眼线传出来 显然应该是 暂时没什么事的 听到这些 韩江雪点头示意了一下 让水尔先行退下休息 而他自个儿 则好好的 将所有事情 在脑子里面过了几遍 想来想去 除了觉得后宫里头动态 显得有些怪怪的以外 其他的 也没有再多想出个什么 特别之处来 不过既然洛王府 在共证他们自己的线人 洛飞又是知道的 如今一切都没动静 至少说明 齐尔现在一切都好 并没碰上什么不妙之事 如此 他也没有再多想 一切等接下来 慢慢再留意就是了 晚饭之前 韩静却一个人 匆匆忙忙地赶回来 一进府 也没有去面见父亲 而是 直接问了 韩江雪在哪 然后一头地 用韩江雪那个屋子钻进去 看见兄长 竟这个时候回来了 韩江雪很是奇怪 不由得问道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嫂嫂人呢 你嫂嫂还在娘家呢 她没回家 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韩静四世走太急了 这会儿渴得不行 边说边抓起 桌上一杯茶 也不管喝过没喝过 直接地就倒进嘴里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把嫂嫂给扔下 一个人回来了 今日可是在回门大日子呢 韩江雪惊讶不已 凶赏对嫂嫂 她是一清二楚的 就没什么大事的话 肯定不可能做出 这样不可规矩的事情 再说这会儿嫂嫂 还在娘家呢 这要令你家人该怎么想呢 不是不是 姐妹妹四世误会了 韩静连忙说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我回来呢 你嫂嫂是知道的 因为有急事 所以这才不得不先回来 到时候 我再去接她就是了 听到这话 韩江雪 才稍稍松口气 随后问道 什么急事呀 你慢慢说 别呛着了 韩静这会儿气息 已经调整得好些了 很快说道 哦 是这么一回事 现前有人 去林家 突然指名找我 然后给了我一张纸条 说有人给他银子 让他把这个纸条送给我 边说 韩静便从怀中 取出张纸条 递个韩江雪 说道 你快看看吧 这个其实是给你的 不过是跪绕个圈子 罢了 很快 韩江雪 接过纸条 一看 上头只有 再简单不过的 几个大字 后宫 蜂涌 切莫入宫 而大字后头 还留了一个 相对要小得多的 亲子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的 任何东西 送信之人 如今在哪 韩江雪 看完上头 所写内容 并问起兄长 韩静摇了摇头 不知道 是个八九岁 小孩子送的 把纸条给我之后呢 就走了 只收给我妹妹的 我先前问了一下 具体的情况 不过那个小孩子 明显只是 拿人家银子 送信罢了 其他的 一无所知 妹妹 这上头写的 到底什么意思 韩静又问 后宫又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轻微 扯到你的身上呢 最近没听说 妹妹要入宫 做什么事 眼巴巴瞅着 都感觉很怪异 韩静估计这事 无论真假 都想不了 所以当下 便让林霄霄 说了一声 立马亲自赶回家 把纸条送到 韩江雪的手中 韩江雪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这送信之恩的意思 很明显 近期怕是会有人 以各种理由 让他入宫 而一旦入宫的话 怕是 凶多吉少 后宫出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 总之 这夜十日 里面很是奇怪 至于和我有什么关联 如今更是毫不知情 想来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他理了下头绪 很快 把这纸条上内容 和近来洛奇尔 以及后宫 种种异常 联系在一起 看来 这纸上所写的 应该是可信的 至于送信之人嘛 他倒是已经知道 是谁了 亲子 正是六皇子明慧里头的 其中一字 除六皇子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 还有谁能搞出这样的方式 通风报信 妹妹 这个纸条 不会有诈吧 寒金剑寒江雪 似乎想到什么一般 再次追问一句 有没有诈都好 总之近期 多注意一些 这宫里有什么旨意 需要入宫的话 便以身体不适为由 直接推了吧